小姐 你昨日垫动棺材到了 二娘 一路走好啊 又安然了 今天是小姐出嫁的日子 你怎么敢穿成这样 你真是太不了脸了你 爹 姐姐快死了 马上陆家就只剩下我一个女儿了 你与其在这里难过 倒不如想想如何应对 你还有得选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庆王妃只能是我 陆家要出嫁的女儿也是我 你还是准备送亲吧 不过作戏要做全套 她 必须跟我去 少做梦了你 我就是一头壮子 也不跟她当你的丫鬟 庆王殿下与九殿下都知道 你是陆安然身边最亲近的丫头 若你不在 这出戏还怎么唱得下去 难不成 你是想我们当场被揭穿 满门遭殃吗 爹 花车 花车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等久了 九殿下起一心进来盘问 到时候谁还能救陆家 您不替别人想 也要替陆家想一想吧 臣没想到 你娘能把你叫成这样 去吧 老爷 我去 女儿就此别过 还有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堂堂正正的庆王妃 我娘 则是庆王名正言顺的岳母 还请您为娘诊治 若我娘有什么事情 欣然绝不会忘了杀母知仇 沈兰熙 终究 还是我赢了 沈兰熙 怎么是你 你不是已休死了吗 你怎么没死 我去阴曹地府走了一遭 阴王老爷说您还排在我前头呢 阴曹地府也得有先来后到吧 为什么会这样 我明明在桃宿里下了毒 你那时明明已经死定了 在你下毒之前 我就让冬青把毒药换了 谁知道你从哪里弄来的毒药 论下毒 还是吃自己打钱 你犯了吗 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爹爹心软 但你狡诈 我若不命悬一现 又怎么把你做的 庄庄见见好事算个清楚呢 你以命相搏置我于死地 我也一样啊 二娘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呢 起承吧 秦燃已经上了花郊 秦燃已经上了花郊 秦燃 才是庆王妃 可我这个陆家嫡女还在 一个没有双鱼令的树女 在庆王府里 会是怎样的下场呢 庆王这样的人 会留一个废物在身边吗 我这儿还有后手等着她呢 暂且就让秦燃 做几日庆王妃的美梦 我这儿还有后手等着她呢 秦燃 我要杀了你 小姐 你昨日垫头棺材到了 二娘 一路走好啊 永安然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